大家好,我想近這十年,有很多人客都會比較著重轉保險 以及一些我們叫做危疾保險或種疾保險 因為我想這十多二十年,香港人的意識對健康的重要性 我覺得是令到大家都會明白買這些轉保險或種疾現金保險是可以幫助他們減低風險 當然也有些朋友問,其實在保險裏面有一個terms叫意外保險 其實意外保險是否需要買的呢? 其實如果你說十多二十年前,通常買意外保險的人是非民職工作的 舉個例子,可能是開車、司機、廚房、維修、甚至乎要出外公幹的朋友 因為他們覺得危險性高了,他們就會買意外保險 但是近這幾年,其實我就留意到有很多人客就會多去行山 或者去跑步、運動等 變成他們其實都有機會會受傷的,特別是行山 所以其實你說意外保險,反而近一兩年,我覺得人客可能是留意自己買意外保險 有否可以用鐵打、物理治療、脊衣、大約有多少錢呢? 而他們就去額外加個保險 其實現在最新市場上的意外保險 當然封劍有人,你喜歡買便宜又有,又買貴又有 但平均來說,大約是200元到一個月,就補100萬的意外死亡額 這個是基本的了,走開了,因為意外的,就會賠100萬 另外裡面也會有2萬元的意外的醫藥費 什麼叫做意外醫藥費賠償呢? 就是說人客可能是踩單車跌損了,首先要看骨科 骨科醫生如果你說小事一點的,可能有些是打石膏 有些大件事一點的,可能要雙螺絲 我試過人客滑雪、受傷,要雙螺絲、鐵片等 甚至乎有些是打球,斷了人帶,這個也挺多的 例如我試過有個女兒去溜冰,然後就不小心被人撞掉了 然後就紮住坐多隻腳,然後大腿骨就裂掉了 這些都是意外來的 所以有時候你說會不會大件事到意外撞車那些呢? 其實當然我來看新聞是有的 不過你說平時人客受傷呢?這些機會多些 甚至乎我自己家人都試過很熱的竹 然後煮了在那裡,又掛著看手機,不知一撞 撞過去就整盤竹塌到整隻手就錄傷了 那這些都是意外來的,因為起水撲慢,零零零零零 馬上就要去看醫生了 所以變了其實有時候你說意外就是我們醫療之外的事 如果你說200元,他有起事就補過西醫門診 另外如果有需要,就可能再去看鐵打 甚至乎又去看物理治療、脊椅等一些賠償 那當然我們就不會看,經常去看的 這些通常都是康復了,他們就以每個意外去計 那到這麼不幸運,我下個星期,我真的天雨露滑 我以前試過的朋友也是的 跑進商場裡,地下滑,一滑就滑低了 滑低了就小事,只是跌倒這些傷 但他剛好滑低,就剷在玻璃門裡 玻璃門就爛了,玻璃就剷下來,令傷口流很多血了 然後就馬上去醫院 所以其實每一個意外,他們都會有限額 大事,就入到醫院,當然由住院保險再賠 但是當他出院之後,可能再會覆診做物理治療 那些就會在意外保險裡賠 所以有時候你問我,意外保險大不大機會中啊 或者賠是容易嗎? 其實合乎保單條款就要賠了 不過你說二百多元一個月去賣風險 通常現在市場上,意外保險都是補到75歲左右 我覺得都可以的 在市場上都有些一百歲的意外保險 你說我老了會去旅行 有些什麼事都叫有個保障給家 都可以買得到的 但就不多,不是那麼多間行友 所以如果你說你真的想了解多些意外保險 不妨問一下你的顧問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